很多人会觉得双脚起跳很难 但是我告诉你们 很简单 只要你能弄懂核心的原理 就很简单了 首先我们双脚起跳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当作是我们的球 就是你要保证自己在起跳到最高点的时候 完成击球动作 再向下打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双脚起跳的时候就打不准点 打不上力 为什么 因为他对球的预判还不够 我们的球是往下掉的 你一定要根据球的高度 来预判自己到底要什么时候起跳 起跳的时机就是双脚起跳的灵魂 所以我们在准备起跳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球的高度 还有自己起跳的高度 如果你起跳只有五厘米 那你一定要等球掉下一点点 如果你起跳很高 那你可以在球很高的时候起跳 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于你的最后一步 要做一个确认步 拉开跟球之间的距离 右脚向后跨 左脚向里收 并且两只脚为了能够保证跳到最高 后脚跟要抬起来 膝盖要保持微躯的状态 让自己能够处于一个弹性蓄力的状态 然后呢 拉开跟球之间的距离之后 然后怎么样 跳到哪里 跳到球的上面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根据球的高度 还有自己起跳的高度 跳到球的上面 再进行我们刚才说的顶跨 收腹 还有我们的发力 我们的双脚起跳 根据球的高度 来决定我们自己的起跳高度 跳到球的上面 你的双脚起跳 自然可以撒下去了 来 起跳如果你只得为五厘米 一样可以撒 来 等球下来 跳到球的上面 向下撒 如果你的起跳高度可以很高 那你就在球高一点的时候 还是一样 跳到球的上面 从上向下发力 来 来 准备 跳到球的上面 就可以让球直接垂直下下去了 但是这个双脚起跳 它还是需要一定的 下肢爆发力和核心力量 好 我们的双脚起跳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的发力 一定要够快 很多球 为什么感觉自己拿不到点 感觉自己打不准球 因为你的动作太大了 我们双脚起跳 用的是什么发力 用的是闪动发力 你千万不要做什么 架拍 引拍 再向下牙 那就完了 我们的发力 更像是点杀一样 怎么样 跳起来之后 大臂带小臂 小臂带手腕手指 直接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我们的力量爆发出来 将我们的杀球杀下去 一定要保证 自己在跳到最高点的时候 用最短的时间内 将杀球杀下去 将杀球杀下去了 感谢您的杀球杀下去 感谢您的杀球杀下去 感谢您的杀球杀下去